第三季市场趋势展望说明会的主题是 翻转思维 掌握投资新趋势 将由中国信托拉财富管理专家 为大家深入获悉全球市场的新趋势 提供最新的投资动能 帮助各位升级投资物局 激发财富成长动能 我们今天办这个说明会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中国信托投雇团队的研究 把这个研究的成果跟各位分享 希望能够帮各位找出一个投资的 资产配置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么其次呢 这个中国信托的财富管理在过去十几年来 已经是市场的一个领导的品牌 我们希望不断地精益求精 不断地研究发展 谢谢中国信托拉财富 今天大家就把它当作来喝喝下午茶 每一个贵宾手上都有一个iPad 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每一桌我们有 有选派我们的主管 在每一桌上读大家 跟大家一起互动 我也希望今天下午的时间 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收获 感觉收获满满的 把整个市场还有 那个夜轮会不会升息的这个事情 都有讲清楚 然后还有下半年的投资的方向 比如说对一些原物料 然后利率的问题 都讲得很好 让贵宾觉得说 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非常的满意 觉得回去对投资很有帮助 今年上半年 国际金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数 它翻转了下半年的投资主程 第一个是油价大幅度的上涨 第二个是负利率的实施 蔓延到其他的地区 那么我们如果先了解一下 油价的上涨 它改变了什么 它翻转了让过去今年 我们最担心的 在上半年最终的一个黑天文 正逐渐的单据 而且它开始驱动的资金 开始逐渐的往新兴市场去流动 而且全球的这些资金 将开始布局了 新兴市场的债券 还有高收益债券 第二个 负利率的实施 从各国的央行 现在正逐渐的蔓延到了 所谓的公债变成负利率 那从公债的负利率又蔓延到了 公市债会逐渐的往负利率的地方去靠 所以全世界当不断的在 这个所谓超维力时代的时候 将不断的追逐这种 所谓提供这种固定收益的产品 它将驱动的这些价格 不断不断的上扬 所以大家也被迫的必须去接受这种低利率的时代 所带来的各种投资的机会 所以下半年的整个投资主轴大概会注意几个方向 第一个资金会去的地方 第二个提供很好收益性的这种标的 将会是下半年的重要主轴 这里面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 油价的翻转会带动所谓资金往新银市场 往高收益债的流动 会驱动高收益债也好 新银市场债也好大幅度的上扬 负利率的启动造成很多的资金 会往这种收益性的这种产品去流动 这也驱动了这种所谓的提供这种很好的高息 很好的鼓励 不管是在全球 不管是在美国也好 这种高利鼓励的这种投资的标的 将会是下半年的第二个主轴 第三个投资主轴在全球的不动产 因为全球的不动产 向来就是提供这种固定收益 最主要的这种投资标的之一 所以在整个第一维利时代的这种启动之后 负利率时代这项油价的带动之下 相信对资金网这种所谓全球不动产 收益的这种类型的产品 将会是今年下半年的投资主轴 和第三个重要的项目 面对这样的金融环境 我会建议投资人要三个投资思维 要做一些反转跟改变 第一个我们要重视收益性 取代了过去我们追求的成长性 或者是投资价值 不管是用在股票方面 或用在债券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大家要开始思考 要传统的股票债券或资产配置 这样的方法可能已经逐渐的逐渐的过时 我们要增加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要增加多元资产 因为有多元资产才能够帮助你 创造多元的收益 第三个在整个市场趋势 没有明确一定方向的时候 我也要建议所有的投资人 不要让你的投资组合 完全偏向的多头的操作 也不要完全避兴操作 这样的投资策略对你来讲 在这样的金融环境来讲 要有很好的获利 要控制好很好的风险 都不信任何好的存质